我的天哪 你吃过这种超辣的唐僧肉吗 有个小伙子 竟然在里面发现了孙悟空的金箍 放进水里泡一泡 还能变大 据说有了这个金箍 到了晚上就能看见孙悟空 这是真的吗 竟然看了这种超辣的唐僧肉 里面竟然还能偷到孙悟空的金箍 我的心里快快还能变大 只要没有了金箍 到了晚上就能召叹孙悟空 这也超神奇的吧 对了 这种唐僧肉 我好像在学校中的小蓝路看到过 那还想什么 咱们开心门 小子 唐僧肉给你们买完了 给小伙子找几块钱一包 实在是太便宜了 这里面真的是唐僧肉吗 那我来帮大家拆一袋看一下 逃出来 这哪是什么唐僧肉啊 这明明就是巴拉片嘛 真香 让我来尝一口 嗯 吃起来真不错 又辣又甜 嗯 这就是导老子 让我来看看 这里面有没有孙悟空的金箍啊 小伙子们 记得右边小红星点起来 直接开 金箍金箍 出现吧 这个蛋子里面没有金箍 蓝片上也没有啊 再来拆两包试一试 我撕了 你们要帮我看清楚啊 这第二袋也没有 第三袋 我感觉这一袋也够呛啊 这狗狗到底去哪啊 这只要一块钱的唐僧肉 我想看应该是没有金箍啊 让我来继续找找 来一次你拆个四包 我撕了 金箍金箍快出现 没有 几片 金箍才能呢 也没有啊 嘿 出来吧 这个里面也没有 查得我都没信心了 到底没有啊 这金箍也太难找了吧 别着急 咱们还有这么多代码 挑战速决 一口气来拆四包 第一包 四 没有啊 第二包 来看看有没有 也没有 第三包 还有什么 一次包啊 这一包也原来是空的 我也没有找到 所有空的金箍 这一片怎么有点厚啊 说这个里面就有啊 让你来找个人看看 这个里面有凸几个小疙瘩呢 里面肯定找我东西 赶紧试试试试试试 还有健身气息的时刻 难道刚才是我的婚女啊 这包里面还是什么都没有 我都不想找了 我怎么赶紧给我点点小红薰呢 不得这东西 把剩下这些全摘掉吧 要是真的找不到 那就算了 我找到了 公主公主演书人 你们快看 这是什么 不用啊 这个金箍也太迷你了吧 好意义这啊 它是成金的呢 上面的花纹也太迷你了 看了这么多拉片 终于被你找到了 赶紧给他把他送入实力碰了 他能不能变成大金箍 进正奇迹的时刻到了 他来点水 我去 真的看到了 这也太神奇了吧 我都不敢向金箍一变眼睛了 这这大金箍长得跟小金箍一模一样 只是比他大的一圈而已 有了这个金箍除了完胜 咱们就能看见所有公子了 好香的辣椒味啊 巧了个贵贵 这多是什么好吃的呀 这不是糖色肉吗 这也太多了吧 这是什么呀 这好像是金箍呀 这么小你能戴在头上吗 让我来试一下 你怎么戴成这样了呀 这是怎么回事呀 不行 我得去照个镜子 奇怪了 这不是孙悟空的状态吧 为什么我会变成这样呀 这什么情况呀 你看见了没 看见了看见了 那不是孙悟空吗 我的天哪 你见过这种花香味的冰淇淋浴球吗 有人把它放进水里泡 竟然在里面捞出了一枚蝴蝶仙子 据说把它戴在身上 就能获得悬浮飞升的超能力 不是吧 蛋糕鱼球里竟然有这么漂亮的蝴蝶仙子呢 把它披着在身上 就能学会悬浮术 这可好离谱啊 我想试一试 网上就有卖蛋糕鱼球的 马上蛋蛋 我真的蛋糕鱼球给你们抖来了 可是虽然摩托闻到超级香的味道了 我这款好像还是玫瑰味的呢 我来你来泡一泡它们 看看里面有没有蝴蝶仙子呢 先来泡我最爱的黄色蛋糕鱼球吧 撕开包装一股香蕉味封边来 这个文物看起来也好美啊 把它放进小喷里 淋上热水 哇啊 瞬间沸腾啊 你先上热水 这个玫瑰蛋糕就被泡化了 再来给它搅拌搅拌 现在蛋糕已经全部消失了 来找找蝴蝶仙子在哪里吧 哇 什么东西掉出来了 老友来看看 怎么是一只特别的小熊啊 风口没了还挺可爱的呢 可是它和蝴蝶仙子有啥关系啊 我说香蕉蛋糕没有找到 让我再来泡一个蓝色海原味的吧 直接把两颗都放进去 让我沉热水 一下就开始融解了 哎 瞬间就融化了 我这上面这么多泡服物 放着剧里面到底有啥 让我来下手捞一捞 哎 好像捞了一个东西 这个是 一颗海星星 这一颗小玉球的蓝色也太好看了吧 这一颗小玉球的蓝色也太好看了吧 这一颗的底座和这一颗的还不一样哦 上面还有超级多的小蓝点呢 说不定蝴蝶仙子就藏在里面呢 想要把这三颗融化掉 好像有点艰难啊 让我来捉它们引体之力好了 现在我们的小图里就像一部水龙画 哎 那难道就是蝴蝶仙子啊 不是吧 原来是一只红色的玉球狗 在头上还带着蝴蝶蝶呢 小鹿我浪费了三颗玉球 也没有抓到蝴蝶仙子 那现在就几个我手里的两个了 难道蝴蝶仙子 放在它们里面 加上液水 让我来搅拌搅拌 加速它们的融化 现在已经完全融化了 让我来到一楼里面 有没有蝴蝶仙子啊 这好多的东西 把它夹出来看看 有点像蝴蝶仙子 一切手的冲洗一下 哦 真的是蝴蝶仙子啊 这个蝴蝶仙子 看起来也太太棒了 还有去把我口双体壁呀 去把我把它全都干什么 有它我们这能找到学习数吗 哎 不是呢 准备起飞 我的天哪 你在超市的水果堆里 发现过这种软绵绵的火龙果吗 捏起来QQ弹弹 特别解压 有个小伙子 把它给剪开 竟然在里面发现了一颗 黑色的小仙桃 用热水一浇 它竟然马上就变成了粉色 据说把这颗变色仙桃 拿去给超市老板 他就会请你吃 以山海高的火龙果 真的是太神奇了 超市的火龙果 竟然以这种软绵绵的火龙果啊 要不然咱们先去超市找一找啊 桃子呢 没想到超市真的隐藏着软绵绵的火龙果啊 我可是跑三家超市才找到的 这已经火龙果捏起来可太软了啊 竟然我来剪一个 看看有没有黑色桃子吧 这眼神不好的人看到它呀 它以为是真的火龙果呢 没想到是火龙果那天乐呀 咱们直接来展开 它在绿色的小舅舅 把里头白色的液体抖出来 哇 我不会第一个就找到了吧 今天小龙果呀 该不会是走公司用了吧 赶紧它先洗干净 诶 这玩意儿怎么浑身长满了菜啊 看起来还有点眼熟 咱们直接给它淋上肉水 别害怕 竟然是在超过那么大榴莲 从火龙果里面找到大榴莲 也太离谱了 谁找到桃子 竟然找到了个榴莲 走到榴莲也不错啊 让我来看看我们找到什么吧 这只火龙果够胖 里面肯定有好东西 我全 全是奶油 提出来 这奶油里什么都没有啊 好吧 我做到了一个空心火龙果 你都费了一个火龙果 没关系 我还在那呢 这只只让小龙果一口气 消灭两个火龙果 废话不多说 姐姐太甜 小皮桃快出来了 感觉这个肯定是 这玩意儿黑漆漆的 也看不出来是什么东西啊 浇上热水 显出圆山圈面不霸 这玩意儿怎么看起来 像是个苹果啊 虽然颜色抽起来和桃子很像 但可惜的是 它不是桃子呀 我现在只是最后一个火龙果了 我的天 小开门 你们做这子 我能抽到吗 这东西 不用零上热水 我也看出来它是什么了 用脚抽想想都知道 它肯定是个草莓呀 这看起来和我平常吃的草莓 一模一样 我抽到红草莓 红冰果 可惜的是 都没抽到红桃子 难道桃子在这两个人这里面 赶紧着我来找一找 先来捡第一只 我急 挺个黑黑的东西出来了 那么多颜色的嘛 咱先给它洗一下吧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 这应该是一只桃子吧 赶紧来浇上热水 看看它的炉身中面目 焦 这是个桃子啊 这颜色也太分的了吧 不过为什么我手碰我的地方 马上就在那黑色的了 妈呀 不是吧 瞬间又变回黑桃子了 对了 我还有一只火龙果呢 赶紧来看看这只火龙果里 可不可以 好有一个桃子啊 我先 挤出来 哎呀 像分泉一样 这一只里面 啥都没 又是一只空心火龙果 不过抽到一只桃子 我也算是满意了 这 你能给我桃子 我救你啊 这一只桃子